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对情侣骑机车到巷梦内 才刚要把车熄火 突然出现一名黑男子冲上前理论 还跟骑士爆发了口角 演变成激烈的肢体冲突 骑士被对方给压制到无法反抗 甚至还被电击 附近民众惊见这一幕赶紧报警 而警方火速到场 围捕嫌犯 进一步了解原来就是感情纠纷 之前这名动手的丁信男子 到新北市板桥区要找前女友谈判 不要看见另外一名男子呢 是骑机车载着自己的前任 新生不满上前理论爆发口角 随后呢就拿着自己 攜带的电击棒将对方给定晕 警方到场嫌犯还想逃 但最后还是被捕 后续两人都被依法送败